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成这个麻花辫子 那么把这个麻尾编起来叫做戒 戒麻就是把麻尾编起来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图 有很多问题 比方说前面拉麻的这个东西没有这么长 通过这个食物大家可以 因为这个食物是根据在资博出土的地下举马坑 车马坑的那个食物复原的 所以前面的这个东西 其实只管两匹辅马 不管参马 所以这个图里面包括这个麻尾完全是散开的 这也是不对的 好 不戒麻 我们还是用这个意见 就是戒麻就是把这个麻尾编织起来 有的学者论证 下面骑猴的这个帅车在逃跑的过程当中 参挂于木而直 所谓挂于木也是跟这个不戒马有关系的 这个池之 这个池是 驱马进攻 叫做池 所以在左传里面 这个池是人的动作 不是马的动作 是人赶着这个马向前进攻 这叫做池 后来这个马奔池或者是马驰成 这个池成为马的动作 这是词意发展的结果 这样来说的话 池就是指代进军 驱马进击军 进国的军队 在这个鬼友诗陈一安前面一段 很有意思 因为这一段呢 产生出后来的一个成语 就是鱼勇可孤 这个故事讲的呢 是齐国的一个军官叫高顾 他独自一人闯入进军 进国的营来 结石就是举起这个大石头篮 抓起一块大石头篮 砸下一个进国的这个军人 并且把这个进国的士兵呢 抓住 然后蹭着这个进军的车子 赶着这个进军的车子 细丧板烟 板就是树根 在这个车子上 在这个车子上 拴上 系上一块 这个一根桑树根 然后去 齐国的营垒当中 阵地当中 去巡行 巡行就是给大家看 以寻其类 没有写高顾的这个神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非常的得意洋洋 他当然很了不起 这个单枪匹马 闯入进国的这个阵地 抓了一个俘虏 还抢了一辆车子 所以这个时候就向 齐君夸耀 说 想要 勇力的人 想要勇气的人 可以来买我剩下的勇气 就是 我做了这件事情 还有很多勇气没有用完 你们谁要是胆小 可以到我这来买勇气 高顾的言行跟齐侯的言行是完全相吻合的 齐侯说 与孤简灭此而昭食 这个高顾呢 就是说 欲勇者 谷于余勇 大家注意这两个余字 一个是第一人称代词 一个是圣余的意思 古代这两个余是互不牵魂的 那么通过这些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齐军方面 都是很骄傲 齐国军队 就是一支骄兵 那么骄兵必败 齐军最后失败了 可是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失败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 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整个齐军的攻势一定是相当的迅猛 因为他们还饿着肚子 还要赶紧打完这场仗去招食 好 下面 正因为齐国的攻势非常迅猛 因此在战争开始的阶段 禁军处于下风 西克也就是禁军的主帅 被剑射伤了 被剑射伤了 这个受伤之重 他的鞋一直流到鞋子上 流血很多 但是西克一直坚持指挥作战 因此未觉古音 没有停下击鼓 绝是始绝的意思 始中断的意思 没有始肌鼓的声音中断 其实在未觉古音后面 应该是一个句号 不过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 西克就说了一句话 说于并移 这个病和鞋 在古代汉语当中 区别比较明显 一般的来说 如果是生病叫做鞋 但是病的很重叫做病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病是包含了程度E在里面 上古汉语当中 如果是疾病连用的话 意思是生病 而且病得很严重 或者说生病病重 那么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 寝积这样的说法 寝积就是卧病 而如果是寝积病呢 就是卧病 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病情 就已经危重了 这叫做寝积病 这是就生病而言 那么生病对于一个人而言 他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身体不舒适 那么当一个人受伤 或者是过度劳累 也可以积病 那么受伤 积病的话 意思就是 病的受伤太严重了 支撑不住了 这叫做病 这就是西克讲的 于病 我伤势太严重了 流血太多了 失血太多了 所以我支持不住了 大家还有很熟悉的一个故事 是孟子公孙丑上 宋人由敏积苗之不长 而亚之者 茫茫然归 茫茫然真的是很形象 就是疲惫的 这个垂头丧气 这个拖着两条腿 这样回家 对家里的人说 今日病矣 今日病矣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 就是今天我累死了 就是极度劳累 导致的身体不适 这也叫做病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前后两个句子 这个关系很清楚 开始是坚持指挥作战 但是过了一会儿 流血太多 西克觉得支撑不住了 所以才说出了与病矣 好 下面张侯曰 张侯就是谢张 谢张和张侯这个关系 大家看课本上的注视 谢张 谢张就说 从开始交战 和就是两军交锋了 交手了 从一开始 我们两军交锋 那么剑呢 就冠与手 挤肘 好 这个问题 我们在训论里面讲到过 就是冠与手挤肘 挤 在古代汉语当中 有两个主要的意思 一个是达道的意思 一个是合的意思 如果是理解成达道的意思 就是这个剑从手掌心穿进去 然后一直到肘部穿出来 就达到肘这个地方 如果是理解成这个合的话 谢张是中了两剑 一剑是穿过了手 一剑是穿过了肘 而史记里面 这个技术的很清楚 其预议约 我使入再伤 不敢言及 再伤是伤了两次 因此一次是再手 一次再肘 不敢说自己受伤了 所以很明显 这个疾病的疾 也可以是表受伤的意思 为什么不敢言及呢 是担心使士兵聚 孔的兵语是聚士族 担心会让士兵心里产生畏惧的心理 希望您忍耐一下 说完这句话以后 按照史记的记载 遂复战 于是就接着开始打仗 也就是说 戏客听了谢张的话以后 接着就开始作战 那么 史记里面还有一段记载 大家看上面 是齐寝宫射商戏客 流血至旅 那么客欲还入壁 想要回到自己的营垒去 这样来说的话 戏客不仅仅是告诉身边的两个部下 说于病意 而且是告诉他们想要撤兵了 不打了 好 我们看这个谢张 在受两次伤的情况下 怎么做呢 他说鱼折鱼 我把剑折断 接着来驾车 这里面这个椅 大家看 是目的连词呢 还是借词呢 折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自己驾车 因为很明显 这个欲折两手要各握三拍 因此手上戴着剑的话 很明显会影响驾车的动作 所以像这个椅 当然也可以说是 我用以折来语 用折断剑杆这样的办法 来接着驾车 但是很明显这个椅 已经差不多接近连词了 好 左轮猪烟 左边的车轮子 染成了黑红色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讲到过 因为帅车上 这个主帅需要在车子的中间来击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放站骨的唯一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毒舟和这个车厢结合的部分 因为整个这个车厢很窄 不是那么宽大 这个战车 所以他需要 这个主帅需要在车子中间来指挥作战 这样遇着就跑到了 这个原来车左的位置上 车长的位置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车子左部 因此是左轮猪烟 哪里敢说自己受了重伤呢 哪里敢说自己伤得很重呢 无子忍之 用无子来称呼 这个主帅西克 可以看出 帅车上的御者也罢 车幼也罢 不是普通的士兵 而都是贵族 我们说过这个车上的士兵叫做士 这个徒步作战的人叫做足 这种称呼 也可以看出 普通的战车上的人 跟徒步作战的士兵 相比的话地位要高 而帅车上的御者和车幼 大部分都是贵族 所以张侯 谢谢张 可以用这样亲热的语气 对主帅说话 您就忍耐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